今集快要來到第三集了 沒錯 之前有很多網民都留言 想看看KFC如何吃便宜一點 既然叫KFC日後當然不會令大家失望 所以我們今次一如來個KFC統餐的 吃便宜一點 好香呀 開餐了 你不記得我們慳家子弟的宗旨嗎 我記得 今次是說要用統餐的價錢 看能不能散賣這裏的東西 沒錯 不用了 我都知道不行了 我們都想知道差壓是多大的 想知道我們吃多了多少 沒錯 沒錯 不過我先說明 今次加減數你不要叫我了 你記得我上次計錯數嗎 被人笑呀 對 被人罵你 不要緊 我請了一個數學的專家 我們計這條數 阿遠的表妹 就是你的表妹 噔噔 噔噔 至於各樣省賣食物價錢餘下 炸雞 21元一件 西飯 17.5元一個 巴勒香雞翼 11.5元兩隻 葡萄 8元一件 暑格 17.5元一份 汽水 13元一杯 要買齊桶餐的食物要多少錢 還有點餐才會比較划算 給大家一點時間一起計算 硬一點開股 相信除了桶餐之外 M1-M6餐都有不少捧場客 不過經過我們精密計算之後 套餐怎麼都一定便宜過散賣 不信呀 下次點餐之前自己計算一下就知道了 Hyo 鑑於在網上看到不少網民都留言說 優惠價買的雞和我們原本正常的桶雞 大小是有出入的 沒錯 所以我們就買優惠雞回來了 看下去其實目測大小是差不多的 那我們一於磅一磅 好啦,我們今天的食物時間要划 什麼呀 我們這麼多食物 又怎可以不玩隱藏吃法呢 那也是的 我這次就想到要做葡萄 喂,你真的差我 我這次也想到要做葡萄 好像這麼厲害 不要緊,我們看看誰做得好吃 待會吧,我待會叫CAMMAN 叫表妹試吃 喂,我走開吧 喂,我當然 首先,我這個隱藏吃法很簡單 我也是在網上看回來的 就是拿這個葡萄 拿起葡萄 然後拿到薯角去搖… 對,薯角 這裏面的醬… 嘩,嘩 這裏面的醬來吃 他流口水了 嘗嘗嘗嘗嘗嘗 好吃呀? 好吃呀 是不是呀? 嘗嘗嘗 真的好吃呀,不誇張 有煙肉的味道嗎? 是否覺得心服口服呢? 我都心服口服,但你未試過那個 還未知道的 好呀,到你了 好呀 而我的吃法呢 就是先把一顆棉花糖在盆上 然後再火炸一下 然後看看哪個好吃點 好呀 好像真的一樣 嘩,好漂亮呀 嘩,好好味呀 你看,聞不到香味 嘩,嘩,嘩,嘩 嘩,嘩,嘩 經過我們無數次的試驗 我們終於成功了 什麼成功呢? 都不是你做的 好呀,那我把榮耀獻給我們的攝影師 那它皮真的脆皮 它刀下去,它脆皮會很脆的 好啦,我現在吃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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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沒有的 味道 很甜 很甜 吃不到任何味 我覺得我的隱藏吃法好一點 我不知道 觀眾試完之後告訴你 如果你試完覺得誰好吃 一下子評分給我們 對,謝謝 好,那就來到第三個隱藏吃法了 炸雞煲仔飯 沒錯 其實材料就是在這裡 做法很簡單 有時候你的雞吃不太多的話 你會放進冰箱 隔了東西,再煮東西 你也覺得不好吃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把它做到煲仔飯 一流 大概好像跟平時煲飯一樣 即是取代了水 我們用雞湯取代水 我們再放兩件雞 除你喜歡 你會吃剩很多 哎呀,好緊張 不知道會不會軟變軟 應該是十會的 隔了東西 隔了東西 好緊張 我很期待,快點看看 很期待,半小時之後 但你還沒插鍵 現在還沒插 那還是說 好 香不香? 好,機會你先說 飯變得很軟 變得很軟? 嗯,而且我朋友也沒有 之前那樣 給多少分? 10分,半分 如果以現在的狀態來說 6.5分 幾分 7分 7分 你走了 你呢? 我煮的,我當然覺得好吃 10分 對,10分 他給10分 你們都煮了整集 我已經算了 這就是你們省了的 好 嘩 我們快點了 162.5分 萬眾期待 KFC吃便宜一點 就已經完結了 沒錯 如果大家還想看什麼 其他吃便宜一點的系列 不妨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知道 好,就這樣 拜拜 吃雞了 你搶我的餅 是呀 吃給我 叫我吃雞胸 你好了,吃雞